如今國民黨啟動第三波國會改革說明會 今天新北市三重登場 包括國民黨的前秘書長李乾隆 還有立委徐曉星 洪孟凱都有出席 還出現了一個彩蛋 新北市副市長劉荷然也悄然現身 劉荷然表示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立願國民黨團 把國會改革力量找回來 不過最近頻頻出席黨務行程 外界認為他在提早布局 二零二六新北市長的選舉 首次參加國民黨選講活動 新北市副市長劉荷然展現高人氣 不止台下掌聲不斷 現場更喊起劉荷然加油 國民黨第三波國會改革說明會 選在三重 除了前黨秘書長李乾隆 新北市議員王威元 立委徐曉星等人出席 最受瞩目的就是神秘嘉賓劉荷然 第一次站台助講 顯得很有氣勢 也被解讀是想要多多曝光 為二零二六做準備 平常只出席新北市政行程 這回卻挑黨務活動參加 不過前陣子有一份中廣民調 表示針對二零二六新北接班人選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在國民黨潛在候選人中最具競爭力 難道劉荷然開始幫黨內行程 就是想PK李四川嗎 國民黨本來就人才積極 有這麼多優秀的國民黨黨員 有這麼多優秀的人才要到新北市來服務 我們都樂觀其成 還沒有到那個時間點吧 因為現在是市長的任期也才第二任也才一年多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回歸到市政 那我這段時間一起到這個各基層跟里長座談 瞭解民眾的需求 兩個都很優秀嘛 那李四川 以前在新北也很長一段時間嘛 所以很符合我們侯市長講的說 接手就馬上能夠上手的人 而另一頭民進黨立委蘇巧慧也表態 往參選新北市長努力 對劉荷然最新動作 蘇巧慧正面看待 如果副市長現在要增加他的行程豐富度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只要是為新北好的 都應該為他鼓勵 從萍萍先生螢光目前 到現在開始出席黨務活動 霍友宜想要劉荷然接棒 參選2026的態勢 越來越明顯 鄭林漢廷 江函 參風某島 做出席黨的